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晨的圣弗朗西斯科下起了雨 沙沙坐下的雨点在石板路上砸成彼此干扰的涟漪 晨雾朦胧 无论是挂着大石中的雄伟教堂 四通八达的老街道 乃至停在道旁的蒸汽鬼车都被蒙上了一层阴冷的湿气 城市中央广场的蒸汽飞艇 几乎都有一家名为迪克尼的飞艇公司生产运营 迪克尼起初的项目规划是 花费十美元可以乘坐飞艇 环飞整座圣弗朗西斯科 他们扬言 蒸汽飞艇即便在雷暴的恶劣环境下 依旧能正常飞行 且二十四小时运营 维护和增添燃料的工作都在天空中进行 号称不落的迪克尼 但因为昂贵的缘故 生意开张以后一直门可罗雀 后来迪克尼转变思路 开拓了天空海报广告业务 更打出了空中餐厅 商务接待的噱头 终于重新盘活了蒸汽飞艇的生意 因为是清晨的缘故 这时候飞艇上客人不多 诺罗西身上披着李延的黑色礼服外套 坐在靠栏杆的圆桌旁 柔软的红发 被凌冽的风吹得微微上扬 他手肘支在桌子上 心不在焉的晃动着杯中的汤匙 双眼盯着对面李延的侧脸 捂着嘴打了个哈欠 如果你累了的话 我可以送你回酒店 李延收回俯瞰地表的目光 多罗西举起咖啡杯 轻咬着杯子边缘 含糊地说道 你这件蓝色毛衣挺帅气的 谢谢 李延低头看了自己的毛衣一眼 我以前有件风衣很喜欢 可惜后来破的不能穿了 我觉得蓝色更好 会显得你整个人看上去更 多罗西考虑着措辞 更温柔 李延盯着多罗西的脸看了一会儿 才摇了摇头 是我这言 我从来不是什么温柔的人 不 我的意思是 多罗西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 当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过吊桥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 如果这个时候 碰巧出现另一个人 过吊桥的乙方 就会错把这种心跳 不认为是对对方的好感 李延打断了多罗西的话 多罗西 歪了歪头 这倒是个新鲜的说法 他放下咖啡杯 可你面对剪的时候 不是这么说的 那是童话故事 话剧嘛 李延切了一块牛排 然后 抬起头 逢场作戏 多罗西没有说话 静静咀嚼着桌上的甜品 拿一种不太友善的眼光 盯着李延 好半天 才说到 剪较我拿杯子泼你的脸 我认真的 要泼的话 请务必打声招呼 我把脸凑近一点 别泼到衣服上 去你的吧 多罗西摆了李延一眼 他想喝一口咖啡定于定神 才发现 杯子和胡 已经空了 试音声适时的走过来 多罗西下见 多罗西笑了笑 啊 谢谢 李延适时插了一句 请给我一瓶酒 试音声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没一会儿 就拿了一瓶冰过的红酒 和一壶咖啡过来 多罗西整理了一下思绪 才重新发问 李 你喜欢我的话剧吗 李延很不识趣地摇了摇头 你想看的故事 是什么样子的 说说看 在我给自己放个长假之前 也许能满足你 就当作我对你的报答 多罗西刻意用杯子挡住自己的脸 只用一双眼瞅着李延 我想想啊 李延刻意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才说 我想看一个中国人 独自在异国他乡打拼 他身边都是刻薄的小人和无能之辈 却故意和他为难 但是 都被中国人用智慧和才能一一化解 后来这个中国人 邂逅了异国的富家千金 寂寞的名流夫人 美丽的女明星 这些女人都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 甚至愿意和别的女人 分享这个优秀的男人 这个其乐融融的家庭 生了五个孩子 多罗西气得连刀叉都拿不稳 他压着火气 冲李延咬牙切齿地说道 李延 你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无耻混蛋 那我换一个 李延挖开了酒塞 同样是一个中国人 他独自在异国他乡打拼 努力拼搏 本分做人 幻想着能被这座城市认可 但残酷的现实最终压垮了他 在痛苦和愤怒中 他蜕变成残忍的超级罪犯 用他从这座城市学到的东西 去报复那些傲慢的白人 成为一个都市传说 多罗西苦恼地捂着额头 李延 我觉得你太尖锐了 我是个很务实的人 多罗西 任何一场话剧 哪怕只有一个观众愿意为此买单 他就不算失败 我就是那个愿意为此买单的人 你是专业的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在说什么 听着 李 我绝非和你做义气之争 我想表达的是 如果我的剧院要靠中国人来买单 我觉得这一百年也做不到 你嘴里的故事 需要你们自己去写 你们自己去买单 这很公平 李延 李延脸上洋溢着笑容 冲多罗西 举起酒杯 说了一句 你说的对 酒杯和咖啡杯碰在一起 声音分外清脆 多罗西放下杯子 沉映了一会儿 才问道 李 你会因为剧院里那些观众的话 而气愤吗 李延摇了摇头 不是所有 啊 为什么 多罗西惊讶地问 李延刚才的话 证明他的确对这座城市 怀有戒力 因为 李延说到一半 眼皮豁然一抬 瞳孔中放出灵力的光来 一朵刺目的火光在地表上绽放开来 桌上的汤汤水水都洒了出来 多罗西也吓了一跳 有些慌张的 向下张望 火焰在地表胡乱搭建的狭窄乌群间 肆意蔓延 红流般的重型推车锁过之处 遍地废墟 那是滑布的位置 李延一手捂着耳朵 神色剧烈地变化着 他梳得站了起来 动作之大 甚至牵动桌椅 不好意思 多罗西 我有些急事要处理 不能送你回去了 不用为我担心 可是 这烧的蒸汽艇回到广场 多罗西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精神尖叫起来 李延就这么当着他的面 翻过栏杆 身体呈现一个大字形 跳下了八百多米的高空 没有立吻的酒瓶来回晃动 终于在多罗西的精神尖叫中滚落桌布 摔了个粉碎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进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再见